每到岁末年终之际 华联县私立四维高中都会特别办理岁末围鲁感恩会 来关怀照顾弱势清寒的学子 虽然受疫情影响已经连续第三年改发餐盒 但里头的菜色却充满巧思以及关爱 让同学们看了直呼好窝心哦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新年 华联县私立四维高中依循着传统 在19号结业式的这一天 举办了岁末围鲁感恩会 来照顾关爱落实清寒及实情家庭的学子 就觉得学校像是一个大家庭 每年在岁末的时候都会举办这个大的活动 让我觉得很温暖也很温馨 希望学校可以继续延续下去这个活动 虽然受疫情影响 思维高中以及连续第三年改发餐盒 但里头的菜色却充满巧思 由学生餐厅与餐饮科共同协力 精心搭配兼具营养美味的餐点 并融入年节异味 希望大家都能打击大力平平安安 透过这个活动 一直延续到现在从不间断 因为我们对孩子的爱与祝福 是永远不会间断的 那我们透过这个形式 希望孩子能够更勇敢坚强 然后翻转自己的人生 而活动中也颁发了 曾黄庄女士慈悲孝亲奖 以美包3000元的奖金 鼓励品学兼优的八位同学 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努力 奋发向上 记者许立琴 华联系报导